在轻轨的轨道旁 竟然有一片脏乱的巷道 甚至有民众将衣物晾在外面 一整片破败不堪的景象 与象征现代进步的轻轨 很不搭嘎 这里是古山区的古山二路 182巷道新隆路一带 轨道紧临着柱部落 原本该拆除的违章建筑 拖了十几年还是没有处理 这条六米计划巷道 已经自我做理事 到现在有十三年 他说每一年都扳回坑 但是扳回坑 就这样一年过一年 都都没有动作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严重 这是计划巷道 这是一定要开的 这开起来对这个环境卫生 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善 这里比较整洁 他们生活品质也会提升 保守里好像是被遗忘的一个社区 你如果从古山路走到巷道 都没有一条正经的路 这样可以四通八达 那不是关键啦 不然就是动调的啦 消防车啦 救护车喔 真的很不方便 许多违章建筑的外墙 都已经被贴上要求拆除了警告单 但经过风车雨林 已经不知道经过几个年头 仍然没有执行 当地居民也都渴望妥善处理 住得离轨道相当近的居民 甚至面临可能因失智 跌落轨道的风险 我心想就是这样 尽量可以这样 改善可以听起来 这样 让要过路 乘车也更方便啦 乘车也更不避险啦 小朋友直接在走 在轻轨过的风吹 这样很避险的 尤其现在轻轨 已经在通了 在通的时候 这个旁边都是一些年长者 直接在走来走去 万一他如果身体不适 去到轻轨这边来 这会产生生命的问题 新公处他们主办人员 常在说有几户在反对 我说反对当然会反对啊 你要跟人家讲说 搬迁会多少啊 拆除多少啊 补赏多少啊 他们可以拿到多少钱 他们心理上就会动嘛 轻轨是现在高雄的交通门面 但在古山一段 却有这样不美观的上道 不仅造成观感不佳 也对当地居民的生活造成影响 开辟上道的计划 对于高雄市与当地居民来说 都是刻不容缓的任务 记者朱金伟 周福清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